有人對我在嚇那個小鬼 我就想說 蛤 太奇妙了 他夢到 我爺爺去他夢裡跟他說 我是高明 我分享的這個經驗是我 剛開始工作的第一部戲 有人有看得到的 有陰涼演的朋友跟我說 有人對我在嚇那個小鬼 有人養小鬼在對我 對 然後 因為那部戲就是 很多人 然後很多競爭 然後我就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想說Oh my God 好可怕 但是後來人家告訴我說 我身邊一直有一個老人在我附近 然後我就想說什麼 為什麼一個老人 那個人要對我嚇小鬼 為什麼是老人 後來問一問才想出來說 對 因為我爺爺剛過 我外公剛過世 所以他是在我身邊保護我 讓那個小鬼不要害到我 所以我沒有發生任何不好的事情 然後我自己的 像比方說我的爺爺他不是就 他就自 原本在還沒有自殺之前 我沒有要跟大家說這個關係 是因為我覺得這個世界 要好好的靠自己 對 自己就留家裡的傳統就是這樣 所以他後來留下了一支筆給我 那支筆是他非常喜歡的鋼筆 他就只留了言 我本名叫斯婷 所以他就寫斯婷 爺爺很喜歡寫字 這支筆留著給你 以後幫人家簽名用 就是他對我的工作是有期待跟祝福的 所以每一次我想放棄的時候 對 我完蛋有感覺 對 就是想到這件事我就不會放棄 對 因為一定會有低場 然後很多的 是是非非吧 或是 呃有的沒的 對那些有的沒的 或是 無論別人怎麼說或什麼的 就是會讓我繼續堅強下去的力量 就是 那支筆吧 可以分享一個 不要講是誰好 但是可以分享這個故事 有一個故事是就是 這個是我爺爺 剛剛聊的是 講的是我外公 我的爺爺就是 因為他不是就自殺離開了嗎 所以 我沒夢過他 可是他很奇妙的是 他去找了一位 也在跟我們做同樣工作的演員 就先不說他是誰 就是保護他一下吧 嗯 對 然後他夢了 夢到我爺爺 但是 他完全不認識我爺爺 他也不知道爺爺是演員 他也不認識他 有一天他醒來 他跟他的 應該是說有一個側拍師 他拍過我 我那位演員 夢到我爺爺托夢的演員 也拍過 我爺爺 所以這個側拍師 告訴了我這個故事 我就想說 蛤 太奇妙了 那個故事是他夢到我爺爺去他夢裡跟他說 我是 高明 然後 但是他分享說他是打我是叉叉 就是高叉 他沒有把名字講出來 他就是這樣子 然後 這是我寫的劇本 我存在我手機 因為這個太妙了 我怕我講錯了 等一下 我大意好了 因為我現在有點難找到 那就是 這是我寫的劇本給你拍 然後 那個演員回他說 我不是導演 然後 那個爺爺就說 沒關係 然後 那個演員就說 那錢哪裡來 於是我爺爺跟我旁邊 我爺爺旁邊帶了一個男生 就突然消失 但是留下了一本劇本 非常厚的劇本 後來我跟這個演員碰到面之後 跟他聊到這件事 我們都覺得很驚訝 然後我就說 你到底還記不記得什麼細節 我還問他 我爺爺是不是穿 灰白色的袍子 他說對 因為我爺爺告別生日前 就是穿那個袍子 而且他對他報上他的名 然後我就說 那你那個劇本很厚 那你有沒有看到說 那個很厚的劇本上面 寫了什麼 他說他忘了 可是他知道是四個字 這件事情就是我一直 很想知道的答案 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件事 這個夢還沒有被解開 也不知道 就是 所以我就繼續 努力下去看看 有沒有有一天 就是知道這個夢是什麼意思 而且怎麼會去找 一個其他演員 為什麼不找我呢 這奇怪了 我都沒夢過